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方附送了一个微信号 我们添加上这个微信号码 想试一下这个维静品是否真的这么殊殊可得 补货帮 记录现实 商家这边给我们翻来了个用户的一个范围 你先来帮我吧 今天我在烫 交给晚上做 好吧 我们等一下就在烫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朋友圈啊 里面琳琅满目非常非常多的这些产品 随便点进去一个就是听话水 春药 绿剑 口香糖这样的一些迷药啊 这是商家这边给我们翻来的用户的一个反馈 来哥 他这边给我们回消息了 那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我们收到了一条这样的讯息 他让我们取这两件微信药品的地点 离我们的一个住址相差不是很远的 且公共厕所里呢 是绝对不可能有摄像设备的 那这两件微信品呢 又藏在一个极为隐秘的公共厕所的门后 而他向我们发送短信的这个手机号码 当我们回播的时候也发现只是一个空号 这个包装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有用信息 就连药瓶装上也没有看到任何可以取得正确的东西 所以综上所述 我认为商家的交易手段是非常隐秘且安全性高的 也是为了出于一个他对自己的一个保护 其实学大波数一文记道的案例啊 都是出现在一些比较密切的空间里面 所以说我们利用这个厕所把这个门拿着透明交代粘起来 尽量创造上一个密切的速度 你现在是怎么看什么是吧 对 三项是吧 一二三 你没事 你没事 没事 有点晕 没事 没事 你来帮我一把 你先来帮我一把 还行 你来 它并不是无味的 是有一股淡淡的果香味 然后40秒到50秒呢 这明显的变成了一股化学调剂的味道 八四加上酒精 这个地方就开始有点难受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喷祭导这个药 其实是无销的 但是 不能说是无销 就是药效果它受的那么强 对 但我感觉这其实就是 我们最想办法看到这件事情 这么简单的购买东西 那我们今天是决定试验一下这篇一滴祭导的药水是否真实的有效啊 一位小龙 今天我来做吧 我们之前古惑邦呀测试过一期这种 被的乖乖水 但是那段时间我没在 我真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是我很大的一个遗憾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只需要做好我的保障工作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做 好吧 没有任何的味道 也没有任何的气味 感觉头很晕 像今天我们一个吃的这个药 看来我们鞋来的药物的成分就差不多 大部分的成分呢 就是甘果仁 不消息斑 育源红 伽玛 生肌酸 所以它最主要的功效就是让人分别 一个 这都两个小时了 怎么又把祥哥送到医院 刚一个可血压症 正常 正常 如果说不正常的话 那大家要再举措施 好好好 真是 最努力的 春了 哎 有一点水 好 因为在试这个药之前 我对自己有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 所以说我在昏迷之前那段时间 做过的事情记忆是非常的清晰的 我也忘了是哪一个节点了 我就开始断片了 看起来是这个药剂区 实实是有这样一些危险在里面的 我从网上调查到资料当中发现呢 有一些保健用品店 有一些成人网站上 甚至也在打一些这类似的一些广告啊 还有像车上收到这种小卡片 这个东西真真实实出现在了我们的身边 就是这么触手可及 就是这么简单一则 那也在以下给大家讲几个防范的知识啊 第一不要接受陌生人投递 已开封的食品或饮料 也要注意尤其是那些并非很熟的异性 更加更加要注意 因为相关案件数据证明 熟人作案更多 二离期前呢 因为自己的饮料或者食品留下记号 防止他人有触碰 三现新型明天药 还包括口香糖 香烟 闻香 什么的 所以去到陌生场景 如网友见面啊 相亲啊 或者一些叫乱的娱乐场所 应尽量避免与他人进行私密场所的私会 是 去到娱乐场所啊 应该拍摄一个简短的视频 视频当中呢 要透露一下几点 位置 人员 预计几点结束 发送给自己的家人 或者说是朋友 如遇到突发情况 避免事情往最严重的事态发展 那提醒一句 此类案件啊 绝大多数的受害者为女性 其中也不乏有一些拐卖案件 与迷幻药相关 通过以往的案件分析 其中也不乏有致死的严重后果 总而言之啊 还是那句话 害人之心不可有 方人之心不可无啊 如果现在在看视频的你 作为一个父亲 作为一个男友 作为一个哥哥 作为弟弟 请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身边的女性 或者孩童 告诉他们 危险只有在你的认知里 才距离你最 我们在接下来 也会邀请三位女孩子 做这个关于密尖药 这样一款测试 看他们究竟是否会喝下这一瓶 这一瓶 那欢迎大家点亮小铃铛 关注我们 华邦呢 每周一五十九点 与您见面 如果有喜欢超频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末端的微信号 我们华邦也在此处为大家带来福利 感谢大家 欢迎关注下方的微信小店 关注这里 关注这里 我们呢 捕获邦推出了全新的炒品渠道 以最低的价格 回复给大家们最好的品质 我在这里等你 爱你们 我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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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这一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